公園228年,早溜走了,戴著悔恨和不甘與懼愧, 莊王退出了歷史的舞台,是情是借用的, 吾國的伯揚介手,周房與孫拳照了一出傷亡。 孫拳本色出現,演了一個動不動就話人的鳳姐, 周房則演了一個天天交兵受怕,以日寫念的可憐眾。 有一天,周房勾勾急做勾寫了個信,越是忍受不著渣男雙拳的鬼畜。 想要氣暗投榮,聲大師馬來換怨直認, 莫里悅,當年早初就被周瑜打黃蓋也一套亨了。 做勇應當是有血的教訓的,偏偏做勾全是信了, 這倒也不是越做勾太單純。主要是這一大塊肉, 越要送過來,不吃好醬有點對不起自己, 再一個,做勾史前四炸四折,雖然都是小打小鬧, 但足以養他信心十足,而且雙不在者理放的兵力不過華革人, 但上十麥大軍去懷家埋伏不成,於是做勾去送了, 但事,做勾者去兵敗。 並非忠了炸鋼之計,而是遇到了哪個史詩迫獎的陸信, 陸信組織了九惑兵力來打壞伏。 對於當時舉國兵歷二十多或的五國來月, 這個數字愈明了律信對曹羅的重視程度。 絕不雅於當初形戰流備,曹羅島也有兩把石子, 在進入敵人埋伏圈後,船在圈兩隻了兩路為伏。 但這點小把氣,早就被略信看春了, 最終,的軍復兵被擊敗,十勒大軍被生禽一勒, 退路那被斥斷,這天而矣, 的軍迫恐慌成水大爆發,做勾沒有做人的本事。 面對著幾惑人的恐慌觸手挖擦, 拋棄惑者只求逃命,但事退路已經被斥斷了, 往那裡跑下,好在老牌羅士賈葵要到做勾有難。 不等援軍到來,便利著小數兵馬和大洋騎車, 打造聲勢前來搭救曹勾,軍已知了大便人, 又看著控掌曹勾留下的蜜姐。 借在讓曹勾死你逃生,回到京城的曹勾, 終於明白了什麼叫做玩截不保, 才遮到自己在125級的名將,面前,就是個弟弟, 那一夜,曹勾尺底崩潰,感覺無顏久活於世。 於是越有自實話上了很嚴重的益骨症, 最後益骨人狼,公元兩百三十年, 曹真也走了,依然帶著悔恨和不甘, 推出了歷史的舞台,曹真的死。 可能就是永霸,在座敗諸葛亮的兩者不伐後, 曹真覺得堂堂中雲大國,在小國面前 採取保守防禦的姐太有點刁人。 而且蛇公元兩百二十九年,諸葛亮麗修謝北伐公下鳥無刀, 因平兩我過城,這樣做真下地血深,要全力佛宿。 就這樣,做真搭上了西進佛屬的道路, 再做真開始搭上屬地第一個月。 逐到別開啟了,難於上升天的極難戰場模式, 連續一個多月的暴雨,讓水氣、武氣, 交織成一道白黃黃的壽利景色。 你君將視辨成盲人一般,一步一步我索前行, 忍成是山藍將氣的交雙輝影, 以半徐來的事戰有緩帶勒麥將深淤的激情勒下, 仔細寧近卻始終聽不到戰有立地的聲音, 做真者一把真的庫得像子都聲了。 怪不得大家在他出征之前都極力反對, 意在怎麽常有練回去,尋好,射在人意的造異, 及時下達了巴西回朝的照須, 又做真有了回到朝都吃後腐藥的機械。 但是,即便得到了退兵的台階, 爬一半的熟度, 或是得要爬爬爬下去的, 鎮著的國邊景空虛,諸葛類弗洞反的, 的君國懷,非以暴吵敗, 而本應該配合插應曹真的私人也。 律領著部隊走走停停, 我生生的酒了許久都不見人影, 我後信計在前, 盡孫理在身後者後腿, 做真不得不敗, 只得回到家裡, 靠著足下救生怨道律, 作為阿國的第二代軍事領袖, 祖國統一始終是兩位虎炮騎者揮官不生的心怨。 做勞與做真的個人努力並不差, 而後在軍事對抗中, 做勞得到了烈信的重視。 做真近是得到了諸葛亮與斯亞爾的相重溫後, 以借一兩位軍事領袖在同一時期相亦攏落。 借第二代的做家將, 與第一代相比, 信息了不少, 有兩個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 做批防兄弟與防擇, 信的過的人太少, 立太子的時間又太眼, 父子二人家英離祖誓, 道謝新一代做家將的人混規模促少, 他對二隻也出現了倦蕩, 形成了一種老將的人手不足, 而輕的將領能力不足的局面。 第二, 做勞, 做真二人家是因為, 作為做批共同成長的佛少, 其不太快, 缺少力練, 兩人雖具有不差的軍事才能, 但輕受在節的心理素質偏矣, 稍有立功便家貫盡著, 工作上順奉順水, 以這於一切失敗, 便成為要人生日不過去的坑, 這個案題在諸葛家的第二代也存在, 而恰恰相反的是斯華家的後人, 斯華家族能最後奪取天下, 與斯華家族子弟在成長過程中, 經受多謝在節有著較大的關係, 這樣他門在心理承受能力上, 普遍高於其他家族的二代人。 曹家將, 造藝政權的中樓底柱, 就這樣出現了葉鳳, 成為造藝大廈崩塌的前兆, 自此, 斯華家族將在造藝帝國中走上舞台, 開寫了廚新的內部擴行, 為造藝政權的瓦解, 與進王趙的建立為下要復筆。 在建立為下要復活動。 在建立為下要復活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